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由于小品的横空出世和不断成熟 相声在春晚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尴尬 相声的这种衰落状况 直到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出现 才出现了新的转机 郭德纲带领德云社 让相声在小剧场里火了起来 让相声重新受到了观众的青睐 这说的便是郭德纲余谦的首登春晚 这唯一一次的春晚经历 对于郭德纲来说并不算成功 经过多次打磨的作品本来已经很满意 但出于效果的考虑有林郑焕节目 加上春晚很多细节的约束 郭德纲和于谦那次表演的败家子 并不算很成功 和他们平时的水准还是有些差距 郭德纲在这一次上春晚之前 对于上春晚并不是很积极 甚至还通过作品冷嘲热讽过春晚 但是2013年 他之所以接受春晚的邀请 一是导演哈文的诚意 二是当时的郭德纲 也希望能有个转型 能让自己更接近主流一些 于是登上春晚舞台 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时隔9年后的2022年 央视春晚已经建筑筹备 对于节目的选定有这么一条 节目突出中国元素 相声可谓是B选项 德云社能否在占据一席之地呢 会有郭德纲的身影吗 岳云鹏能否六次征战春晚 从现在的综合情况来看 郭德纲出现在2022年 央视春晚的可能性不大 主要因为 一是曾经感受过春晚氛围的郭德纲 应该已经不再想尝试了 二是如今的郭德纲实在是太忙了 德云社有太多的事情 都需要他来解决 他平时连德云社自己的演出 都很少能参与 也很长时间没有新的作品了 所以让自己雪上加霜 去应付春晚漫长煎熬的排练和审核 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而岳云鹏是否能六次征战春晚 让大家更加期待 2015这一年的春晚之后 一首五环之歌响彻 大街小巷 2021这一年 一首最亲的人火遍大街小巷 36岁的岳云鹏 骨鞋里带着德云社三个字 五次征战央视春晚 2022年的央视春晚 已经开始筹备 岳云鹏的名字 能否位列在这保密名单中呢 而德云社其他演员中 孟赫棠可能是除岳云鹏外 最接近春晚的一位 在2021春晚备战期间 突然一组照片流传网络 孟赫棠现身春晚彩排大楼 他单枪匹马 没带搭档周九良 此典情有可原 碍于岳云鹏孙岳 央视春晚 固然不能出现两组相声作品 这是继岳云鹏四灯春晚之后 德云社派出的另一位演员 此次孟赫棠倘若成功入选 代表着德云社 在这一年的春晚 将由两位演员上台 德云社恐怕会打破 一直以来的一个平衡 但事与愿违 1月22号这天 牛年央视春晚 迎来了第一次大连排 岳云鹏孙岳已经现身 孟赫棠却迟迟没有现身 一直到连排开始 也未出现孟赫棠的身影 在十几亿观众面前 展示自己的机会 就这么消失了 而视频中 元宵晚会表演作品 实则是为央视春晚准备 如今距离2022年春晚 不足四个月 德云社究竟是会让 岳云鹏六灯春晚 还是选择让唐梁试一试呢 不妨大家大胆猜测一下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